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达力记忆的永恒 融化的时间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文艺复兴的光辉时代 波提切莉 维纳斯的诞生 爱与美的诞生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充满创意与激情的时代 文艺复兴 这个时代不仅是艺术的黄金时代 更是人类思想的解放时期 今天我们的主角是桑德罗 波提切莉 和他的杰作 维纳斯的诞生 The Birth of Venus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幅画的背景 波提切莉是15世纪意大利弗洛伦萨的一位杰出画家 他的作品充满了神话和宗教的元素 维纳斯的诞生 创作于1480年代 这幅画描绘了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从海中诞生的场景 这幅画的灵感来自古希腊神话 维纳斯是从海中的贝壳中诞生 象征着爱与美的诞生 现在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幅画 画中的维纳斯站在一个巨大的贝壳上 风神西风 ゼフィルス 和他的伴侣克洛利斯 クロース 在一旁吹送着温暖的风 将它推向岸边 岸边的春枝女神 Ora of Spring 正准备用一件华丽的披风迎接她 这幅画的色彩柔和 线条优美 充满了诗意 那么 这幅画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首先 这是文艺复兴时期少数几幅 以神话为题材的画作之一 在那个时代 宗教题材的画作占据了主流 但波提切利却选择了古希腊神话 这显示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 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和热爱 其次 维纳斯的形象也非常特别 他的姿态优雅 身体曲线柔美 这种理想化的美感是文艺复兴时期 为题艺术家们追求的目标 维纳斯的面容带有一丝忧郁 这种情感的表达在当时的艺术中 是非常罕见的 有趣的是 波提切利的这幅画在当时 并没有引起太大的轰动 事实上 波提切利在他晚年的时候 甚至一度被人们遗忘 直到19世纪 随着对文艺复兴艺术的重新发现和研究 波提切利和他的作品 才重新获得了应有的赞誉 最后 我们来谈谈这幅画的影响力 维纳斯的诞生 不仅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之一 更是后世无数艺术家灵感的源泉 从拉斐尔到达利 许多艺术家都从这幅画中汲取了灵感 创作出了无数经典之作 总结来说 波提切利的 维纳斯的诞生 不仅是一幅美丽的画作 更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它代表了人类对爱与美的追求 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 以及对人性和情感的深刻理解 希望大家在欣赏这幅画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那个光辉时代的魅力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波提切利 你会如何描绘爱与美的诞生呢 记得下次课堂上分享你的想法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印象派的色彩革命 德加舞蹈课 芭蕾舞者的瞬间 当我们谈到印象派的色彩革命时 德加的《舞蹈课》 无疑是一个绝佳的例子 这幅画作不仅展示了 德加对色彩和光影的精湛掌握 更捕捉了芭蕾舞者们 在瞬间中的动态美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德加的色彩运用 印象派画家们热衷于捕捉 瞬间的光影变化 而德加则在这方面 有着独特的见解 它并不像莫奈那样 热衷于户外的自然光 而是更喜欢室内的人工光源 在《舞蹈课》中 德加使用了柔和的色调 让观者仿佛置身于一个 充满光线和空气的舞蹈教室 芭蕾舞者们的白色舞群 在光线下显得格外轻盈 仿佛随时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 德加对芭蕾舞者的描绘 也充满了动感和火力 虽然画面中的舞者们 大多处于静止状态 但德加巧妙地捕捉到了 他们的姿态和表情 让人感受到他们 在练习中的专注和努力 这种瞬间的捕捉 正是印象派画家们 所追求的目标之一 有趣的是 德加并不是一个典型的印象派画家 他更像是一个印象派的一类 因为他并不完全遵循印象派的规则 他喜欢在工作室里创作 而不是在户外写声 他也更注重构图和线条 而不是纯粹的色彩和光影 但正是这种独特的风格 使得他的作品 在印象派画家中脱颖而出 说到德加和芭蕾舞者 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据说德加非常喜欢 去巴黎歌剧院的芭蕾舞排练 听观察舞者们 他甚至被戏称为芭蕾舞者的画家 有一次 他在排练厅里画画时 一位年轻的舞者好奇地问他 德加先生 您为什么总是画我们 德加微笑着回答 因为你们的动作和姿态是如此美丽 我希望能够永远记住这些瞬间 总的来说 德加的舞蹈课 不仅是印象派色彩革命的一部分 更是他对芭蕾舞者们的深情赞美 通过这幅画作 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德加的艺术才华 还能感受到他对舞蹈艺术的热爱和敬意 这正是艺术的魅力所在 不是吗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现代艺术的颠覆 达利记忆的永恒 融化的时间 当我们谈到现代艺术的颠覆 萨尔瓦多 达利 Salvador Dali 的《记忆的永恒》 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 绝对是其中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这幅画作于1931年完成 成为超现实主义运动的经典之作 让我们一起来探讨这幅画的深层意义 并且在这过程中 或许还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这幅画的核心元素 那些融化的钟表 这些钟表看起来像是被阳光晒化了的奶酪 随意地挂在树枝上 桌子边缘 甚至覆盖在一个奇怪的生物上 这些钟表象征着什么呢 达利自己曾经说过 这些融化的钟表灵感来自于 一块融化的卡门培尔奶酪 Cammembert Cheese 这个解释听起来有点荒诞 但这正是达利的风格 他喜欢用日常物品来创造 出超现实的效果 然而 这些融化的钟表也有更深层的象征意义 它们挑战了我们对时间的传统观念 在现实生活中 时间是固定且不可逆的 但在达利的画中 时间变得柔软 可塑 甚至是无意义的 这种对时间的颠覆 反映了超现实主义 对现实和梦境之间界限的模糊探索 再来看看画中的背景 那是一片荒凉的海岸线 据说这是达利家乡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风景 这片荒凉的景象与前景中那些奇异的物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进一步强调了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张力 有趣的是 达利在创作这幅画时 据说是受到了弗洛伊德 Segment Freud 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 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是潜意识的表现 而达利则试图通过他的画作来捕捉这些潜意识的片段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记忆的永恒中的元素看起来如此梦幻且不合逻辑 最后 让我们来谈谈那个奇怪的生物 这个生物看起来像是一个变形的脸 可能是达利自己的自画像 这个生物的存在进一步强调了画作的超现实主义特质 让观众不禁思考 这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 总结来说 达利的 记忆的永恒 不仅仅是一幅画 它是一个挑战我们对现实和时间的理解的艺术作品 它通过那些融化的钟表 荒凉的背景和奇异的生物 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超越现实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 时间不再是固定的 现实与梦境之间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这幅画时 不妨想象一下自己在一个融化的奶酪世界里 时间随意流动 现实与梦境交织 这或许就是达利想要带给我们的那份奇妙与颠覆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一起穿越了三个艺术时期 探讨了三位大师的杰作 希望你们和我一样 享受这场艺术的盛宴 从文艺复兴时期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 到印象派德加的舞蹈课 再到现代艺术达利的记忆的永恒 每一幅作品都带我们进入了不同的艺术世界 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 让我们看到了爱与美的诞生 感受到文艺复兴时期 对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很热爱 德加的舞蹈课 捕捉了芭蕾舞者的瞬间美 展示了印象派对光影和动感的独特理解 达利的记忆的永恒 则挑战了我们对时间和现实的传统观念 带领我们进入一个超现实的世界 在这些艺术作品中 我们不仅看到了大师们的记忆 更感受到了他们对生活 对时间 对美的深刻理解 他们的作品不仅是视觉上的享受 更是思想上的启发 好了 今天的艺术之旅就到此结束了 希望大家在回味这些伟大作品的同时 也能思考一下 如果你是这些艺术家 你会如何表达你的思想和情感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和学习 期待下次再与大家一起探索更多的艺术世界 我是六博士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